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我还是挺期待这么折腾一番之后能有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回营地去吧 别着急离开 在我排除掉所有危险之前 啊 是你 原来你没有离开雪山吗 当然 你们和阿贝多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该说你是没有戒备心好呢 还是被他独特的思维模式 还有友善的态度欺骗了呢 听从陌生人的指示行动 喝下完全来历不明的药水 参加了诸多结果不明的实验 比起单纯 我更愿意相信你是被欺骗 或者说 从一开始就串通好了 果然是戒备心很强的修女啊 无所谓 阿贝多的事怎么都好 我对他的了解 还是比你这样的外乡人要多一些 我关心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是否已经被炼金术改造 变成了无法理解的怪物 不会吧 我完全没有察觉到 而且 一路上他好像就没有怎么用过炼金术 像他这种级别的炼金术时 想要动点手脚 你当然察觉不到 总之 我是不会把任何的威胁放回蒙德的 那 那你想怎么办 这方面脑子倒是挺灵光的 只要能确定你们接触过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危险 你们也就没有危险了 其他东西的调查我已经完成了 现在唯独没有确认的就是这些符文 这些符文 我们连看都看不懂 我知道 而且 似乎也只是符文 并不是机关 但保险起见还是抄露下来 嗯 还要把这里作为重要地点 定期巡视 行吧 既然这样 你们就应该没有危险了 这也是我希望的情况 要是因为你们让我加班 我就亏大了 加 加班 再见之前 忠告你一句外乡人 别太信任阿贝多了 至少别像这次一样 干这么多不经考虑的事 他走了 真我心我素啊 在蒙德 像他这样的人还真是少见 嗯 不管他了 我们回去见阿贝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